选址的好坏,决定一下店的成败 那这点毫不夸张 如何选址能规避新手,常犯的一些失误 今天呢给大家分享一些拙见 首先可以根据店铺的定位 明确目标客户是哪类人群 有一个清晰的概念 有了一项店铺后呢 可以按照周边方圆1500米左右的范围 去了解一下周边主要有哪些业态组成 如果周边主要以住宅为主 那我们要考虑住宅的一个档次 新旧程度以及入住率 那过于新的住宅一般入住率其实不高 过于旧的住宅呢 年轻人比较少 住宅在大于3年小于9年的程度时 年轻人的入住率是相对来说更高一些 想要判断这类住宅的入住率 可以在晚上9点左右看看亮灯的情况 或直接跟一些附近的商店老板打听 至于住宅的档次和经旧程度 网上也可以查到 可以根据这些来判断周边人群的 多少以及店铺的定位是否符合 如果周边主要是以写字楼为主 年轻人不会少 但要打听写字楼的入住情况 写字楼附近晚上的生意也不会很好 所以我们更多的是需要利用白天的实际有效时间 很多人觉得购物中心环境好 但一般一流的购物中心品牌云集 像初创的一些品牌不是很好进入 即便进去了 那大的品牌不仅有品牌效应 还有好的位置 同时还有租金上的补贴优惠 那你拿不到好的位置 花着高昂的租金成本又没有影响力 那有多难做可想而知了 最理想的其实二三流的一个购物中心还不错的位置 如果是三流购物中心比较差的位置 那我们就建议不要考虑了 表面上比街上光鲜 但实际上冷冷清清 购物中心也有分社区型写字楼型 中和大型购物中心 社区型购物中心呢 白天人少 更多了依赖晚上 写字楼型与购物中心刚好相反 白天人多晚上人少 中和大型购物中心 也就是一般城市的一流购物中心 那这一个呢 新的品牌是很难进入的 如果以工厂或学校为主 那店铺的定位就得平民化 同时学校周边还要考虑学校内部 是否有很多竞品 学校有没有限制学生的出入等强制的一些政策 那如果是景区的话 我们就要考虑人们的游玩一些习惯 以及景区的出入口的分布 夜市或者地铁公交站附近 那可以建议做窗口的店 让顾客方便谁买谁走 即便要预留座位 也不要做一些中大型店 顶多有些约了人顾客 可能短暂的停留 只可以建议做窗口 Support i那一说 bo